国会镇八席的民众党果然发挥了关键力量 先抛出要蓝绿回应国会改革 柯文哲更要候选人来民众党团面世 那柯文哲认为说至少在立法院的第一关 就是院长跟副院长选举 他就用这个东西来拿俏 他现在只是想放大自己的声量 立法院是讲实力的 谁的席次就代表多大的实力 八席如果蓝绿都不理他 在立法院他是跟零席没有什么差别 民众党把八席完成八十席 甚至又加码抛出单一招委制 比试加面世绑架蓝绿 这招政治算计越玩越大 一面高举公开透明大旗 一面又说要闭门会议 说是要走自己的路 却在监督政府和谋求资源两派中摆档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就直言 赖清德早已叙事待发 要好好清算 现在玩得越过分 你就变成招致到赖清德的杀心更重 赖清德非要除之于后快 柯文哲就是一直冲冲冲冲冲冲 从来不知道去反省 吴子佳更断言 柯文哲早就想好要投给国民党 毕竟比起当小绿被摸头 在在野立场监督政府 才能在问证上有所发展 执政党合作你就很容易被招安 那你就会失去问证监督的能量 那这个 这恐怕不是民众党目前最好的策略吧 就是你应该是跟国民党来比 谁更有问证监督的能量嘛 不然你2026你怎么选 民众党口口声声说超越蓝绿 另一面其实是寄生蓝绿 在两大党竞争中见缝插针 全模算计只为自党利益 介绍闻前章说函 台北报导